我要加碼講一些不是披零的東西 因為在過去幾天呢 有一件事情讓我十分的困擾 那就是在隔壁棚的比賽裡面 突然有人出現真正的鬥毆 這個鬥毆不是就說啊 我可能摸你兩下 然後跟你拍拍肩膀 然後起了一些言語的交流 而是真正有人衝上去揮拳 那真的有人衝上去揮拳之外 也有人從板地區這樣跳出來 然後把這個揮拳的人包住 然後還踹了他 我覺得這是真正的一個肢體上面的鬥毆 以及真正的可能兩隊的球員 或者是工作人員呢 真正的有氣勢 或者是心情上面的 沒有辦法平衡而出現的一個最後的結果 那這些東西呢其實要解決 沒有這麼的困難 那就是你XXX